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超级黑暗时代 一部揭开少年们青春期不为人知的秘密的电影 青春期题材的电影有很多 关于青少年的故事总是导演们热衷的题材之一 上映的大多数电影刻画的都是青春期下的阳光与爱情 叛逆与向上,总体走势都是积极乐观 但是美国的凯文·菲利普斯导演却是剑走偏锋 他的处女作《超级黑暗时代》 却为人们刻画着一个充满着黑暗与邪恶的青春期故事 电影的主角是两个处于青春期躁动的少年 男主名叫扎克,一个比较阳光的男孩 他的好朋友叫乔西,一个看起来略带忧郁的男孩 两个人是童年时代最好的伙伴 他们每天一起骑车上学,课后一起玩耍 两个人还同时偷偷喜欢上了漂亮的女主 他们两个还有两个玩伴 一个是小胖子达里尔,一个是小帅哥 处于青春期下的他们经常一起玩闹 一起点评女生 这是每个青春期下的少年都喜欢做的事情 乔西的哥哥在外当兵,一直以来都是乔西的骄傲 也是他内心不能触碰的底线 一次,几个人一起骑车在桥上玩耍 碰到了一群不良少年 乔西因为不满不良少年对于哥哥的侮辱 而与对方顶嘴被打,使得他满身怨气 后来乔西邀请几位小伙伴去家里玩 并让几位小伙伴参观了他引以为傲的哥哥的秘密基地 里面都是一些青少年们喜欢的好东西 有武士刀、大麻等 乔西还想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让大家一起玩 但是好景不长 小胖子达里尔偷了乔西哥哥的大麻来抽 这让乔西很是生气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大麻的作用下 小胖子达里尔怒火中烧 要与乔西拼命 在扭打中 乔西用武士刀误杀了小胖子达里尔 这让一场愉快的聚会变成了悲剧 突如其来的事故吓住了三个青少年 他们做出了隐藏尸体武士刀的事情 然后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离开了 恐惧与无知让三个青少年变成了杀人犯与帮凶 这件事情之后 乔西就不再去学校了 并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如打乔西的不良少年突然失踪了 男主扎克和乔西共同喜欢的女孩 在乔西的引导下喜欢上了西石大麻 所有一切的美好都在改变 这样扎克很是难以接受 他开始怀疑乔西 并偷偷地去看了小胖子达里尔的尸体 发现到处是刀痕 发现真相的男主扎克疯狂地去乔西家 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在谋划着摧毁他们共同喜欢的女孩 扎克决定不再沉默 要救出自己喜欢的女孩 整部影片主要的镜头都是在男主扎克和乔西身上 从一个充满阳光的少年到罪恶满满的杀人狂魔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另类的青春期 一个心里扭曲却渴望得到尊重的乔西 在小胖子达里尔死后得到了全面的爆发 从摧毁对手中他的内心得到了满足 并一发不可收拾 一错再错无回头之路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青春期下的人都会有躁动 叛逆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是不同于影片中用杀人来解决问题 《超级黑暗时代》是一部很值得思考的影片 虽然主要描写的是青春期的黑暗与恐怖 对于女主的描述很少 但是从整部影片来看 女主是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从好学生到稀释大麻 放纵自己 在历经生死后重新回头 导演从这条隐藏的线 暗示了青春期下经历的种种历练 最终带给人们的是成长与蛻变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